然後我有警覺以後 我就在我家跟在他家 我們會活動的範圍 我都 不是 我都擺好一些 我可以隨時 萬一他如果在打我的話 我可以保護自己的 接種 一些東西 你說盾牌嗎 沒有 是雨傘 那種光載 我告訴你 雨傘也是 還有棒球棒 對不對 還有那個 掃把 那時候沒想到 對 那時候也是 把手機勾到來 沒有想到 所以我那個就擺 有一次就是我跟他講說 就是最主要是 他們會覺得說 他沒有安全感 我跟他講說幾點 我要回家 要去那邊 去他們家 然後結果晚了 因為塞車 然後晚了 一進來的時候 他說你跟誰出去了 為什麼這麼晚才來 我就說我們通告延遲 怎麼樣 然後他就來了 他那個手 對 他的手就要下來了 姐姐真的是有防備 一回頭 我就看到我的棒球棒 我就拿起棒球棒 咳咳咳 算了 我們就喊黑漢 你知道嗎 咳咳 然後K到棒球棒飛出去 然後我手還打到那個牆壁 然後整個手腫起來 然後他後來從此以後 他再也不敢 他再也不敢 因為就是因為家裡反對 家裡反對 我就會覺得 我要告訴你們 我的眼睛沒有閣到牆壁 我是對的 最後 真的是不行了 我覺得因為我們的事業一直在好 他的事業就一直平平 所以他的那種 就是他的自卑感 對 就越來越重 然後我就要想辦法跟他分手 然後我也是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們就到國 我那時候到大陸去拍戲 我想說就斷了聯絡 斷了聯絡 他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回來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密謀 我就跟家裡人講說 你們趕快幫我把東西都整理好 我回來以後 我們就連夜搬家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這樣想 然後那時候就是 去了大陸大概兩個多月 然後我就回來 回來以後 真的很恐怖 然後就偷偷看 沒有人 就感覺上沒有人 然後我就回家 回了家以後 不知道要出去或幹嘛 我就出來 然後我要開車 然後要出去 一出來我就看到他 一樣 你這樣真的是插一個就 怎麼辦 你知道 我想第一個 因為我要出去 趕快衝上車子 你知道嗎 衝上車子 然後把門先關起來 然後再要開出去以後 你就發現 他就這樣奔過來 在妳的車子前面這樣 啪啪 然後他就擋著妳的路 你知道嗎 天啊 細細怎麼辦 然後就這樣擋著 我是在裡面等 然後他就在下面等 我們兩個就僵持了半個小時 他就可以不要臉的躺在地上 半個小時 爛死了 對啊 那個時候是 那個時候是 大家都出來倒垃圾 你知道嗎 每個人這樣看 然後那個 對啊 那時候我的車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每個人都在看 你知道你那時候有瘋狂了 是 他就被看民間的男朋友 在看民間的男朋友 他就被這樣躺著 那是要在頭上 嚇到這裡 怎麼會坐到那邊 對 要穩住 要穩住 結果後來半個小時之後 他就想起來看一下狀態 他想妳什麼也沒動靜了這樣 然後我就一看到有一個人 一晃 我就踩油門 我就衝出去你知道嗎 說實實那實快 我就看到我的雨刷上面 抓了一個人這樣 就開很快 煞車我告訴你 他在那邊 甩了半天 然後我就在那邊 雨刷甩了半天 他怎麼樣 我告訴你雨 對 而且那台車雨刷超好的 他就是不斷 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式 因為我覺得 混蛋一定是俗辣 所以我就開到警察局門口 你不要臉 我也不要臉了 大家豁出去了 怕什麼 對不對 我覺得還可以找警察幫忙 我就開到警察局門口 一到警察局門口 我告訴你 說實實那實快 他已經不見了 妳知道是不是很可怕 對 可是我覺得就是很奇怪 為什麼 就是當然一般人 也會常常碰到混蛋 我們可能就是說 那些案例我們可能比較不知道 為什麼女明星特別容易碰到 我發現很多女明星 不管是肖強也好 還是很多 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為什麼 因為第一點 大家有人看 妳條件這麼好 譬如邝小玲 妳這麼美麗 我怎麼敢追 算了 算了 我還是追陳琳妮好了 比較容易一點對不對 那再不然就是 這個意思 不是 妳今天是發出什麼訊息嗎 然後再不然就是說 這個 可是女明星這也會防範 因為你不知道 她跟我交往的目的是什麼 萬一是想要人才兩得 要騙錢 要騙什麼 因為大家你們都是名人 我也怕說萬一有個差錯 我們也承擔不起對不對 所以會這樣 但是我要講一個例子 就嚴淑明 嚴淑明的故事 她比較特別 看她好像應該情場老手 沒有 其實她在剛出道的時候 在香港 那時候還是小咖咖的時候 在香港認識一個男的 那個男的就是在一個工作場合上 大家吃飯 大家要敬酒 那嚴淑明不太會喝 那個男的當時就幫她擋酒 這一擋 一心就美 真的 這個男的那時候也是年輕小夥子 兩個很快就陷入熱戀 那個大概是嚴淑明的 第二個男朋友 沒多久這男的就回到福建去 因為男的是福建人 好 然後兩個交往交往 嚴淑明為了這個男的 光是打電話 打長途電話就打四五萬 所以在坐飛機來來回回 你看 所以她曾經有一度 那錢怎麼辦 就為了要省錢 為了愛情 她曾經坐22個小時的那種巴士 從香港做到福建 就為了要會情郎一滅 愛到這樣 對 好 然後開始就來了 那個男就跟她講說 為了我們有美好的將來 因為兩個都想說我們 你知道男人 女人最容易受騙是什麼 男人會給畫餅 畫願景 許你一個未來 然後她就講說 但是這男的講說 我在福建現在公家配了一個房子 可是我還差個大概 五六十萬台幣左右這樣 那怎麼辦 我也沒錢 那原始冥想 對啊 為了我們兩個共創未來 對不對 有一個好棒的願景 以後我們在家裡面 一甜蜜的小窩 兩個住在一起 有個小寶寶 然後這樣多好 然後就想說好 那我就想辦法 那我也沒錢 你看我一月才三四五萬 我光付電話費機票錢就沒了 她想很久 她就跟另外一個女明星講 就講說這樣好了 你幫我安排 陪吃飯 她就跟那個女明星講說 你給她盡量幫我陪吃飯 越多越好 越快越好 我要在短時間內賺到這麼多錢 然後真的 就出通告之外 就常常去陪吃飯 吃到後來 把所有的錢 全部給了這個不見的這個男的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顏淑明的爸爸 因為顏淑明爸爸覺得說 我女兒怎麼會嫁一個窮小子 妳可不可以換另外一個 然後看顏淑明為了愛情這樣子 三天兩都瘋狂這樣 很生氣 那時候就病倒了 但他爸爸應該不知道 知道 所以才氣到病倒 顏淑明那一刻 他還在福建跟這男朋友在一起 就想說不行 我要回家 我爸爸為了我 我必須要回去照顧我爸爸 他這時候才從福建 連夜搭車回到香港去 然後陪爸爸 在陪爸爸 看到爸爸那個蒼老的病龍 那一剎那 他突然醒了 覺得說我都做錯了 我應該好好的尋求我的演藝工作 好好照顧我的家人 跟著男的斷了 當然這幾十萬也就泡湯了 就不會再要回來 不可能了 要不回來 對 可是你看他為了愛情 去陪吃飯 對 不過通常就是遇到混蛋 大部分要家人幫忙 妳講 因為像我之前碰到那個 也是這個樣子 就也是我爸爸 因為我爸爸從來沒哭過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 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爸爸說 我要回家 然後後來那天我就忘了 然後就跟他們吵架還是幹嘛 後來就累 然後哭大概就睡著了 然後就沒有回家 然後我爸就等了我一天 然後最後第二天我媽跟我講 他說他從認識我爸爸嫁給他 就是說到現在我也這麼大了 他從來也沒看過我爸哭過 他說我爸昨天就說 偷偷在書房裡面 然後吐氣 等了一夜 好難過 心痛 我心痛 我那一天開始 我就真的就是跟顏淑銘一樣 他就是醒了 整個人醒過來了 所以才會到後面那個 有去警察局的那些時間 都是因為家人 家人幫忙 因為什麼人都可以離開你 但是家人永遠不會離開你 真的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Selina好不好 就是女明星 碰到這些混蛋的原因是什麼 好 我想女明星呢 在這個接觸的範圍當然比較大 其實有一個最關鍵的核心 是在於說 女明星他都希望能夠得到一個 配合他的緣 因為女明星的時間是不固定的 他的工作 他的收入 可能都比人家更好 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比較難當一個閒內住 一般男人叫閒內住 男人是賺錢養家的 不是女人賺錢養家 這個時候搭配進來的男人 但這個女明星他有一個幻想 是說我現在事業已經不錯了 我可以做到的 你不行做到沒有關係 女人的母愛就出來了 女明星他的母愛特別特別的 特別特別的豐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有時候一些男性 當然他看起來表面上面斯文 或者是有一點點的貼心 對 可能女明星他就覺得說 我這麼辛苦工作對不對 然後只要有一個人在家煮飯 等我就好了 所以我們再問一下Selina老師 到底是真的是 我們的命是這樣嗎 還是我們真的是前世的因果 可不可以測得出來 就我們到底比較容易吸引他 為什麼怎麼辦 這個男生的狀況 我們稱之為反覆落難男 當你的成就比他好了 或你想要再支持他說 你看我都做完美了 我盡量你沒有可以挑剔了 他就是把你踢開的時候 因為他需要另外一個女人 來聽他有多可憐 真的